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华的身材实在是太熟悄了 让他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十分的明显 相较之下 大八岁的妻子麦杰文反而显得更年轻 麦杰文略显发福 但是身材不算是臃重 他的皮肤一如今往的白皙紧致 整个人状态大好 虽然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但是江华和麦杰文表示啊 依旧是恩爱 麦杰文更是身出手请服老公命奖 江华很是享受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站在江华身后 穿着白色衣服的小伙子 便是他的26岁大儿子 陈耀从 小伙子长得很是高大 比爸爸还高了半个头 根据资料显示 江华身高1米75 儿子目测至少有1米8以上 陈耀从不仅身材高大 他遗传了爸爸的好基因 长得龙眉大眼 相当帅气 据悉 外形出众的陈耀从 曾经吸引到了不少娱乐公司的目光 对方纷纷伸来橄榄枝 邀请他出道 只是 陈耀从都是没有太大的兴趣 他更想学医 尽管没有能当上医生 但是陈耀从最后做了一名护士 之前的非常时期 他更是主动申请上前线工作 很了不起 戴着白色帽子的 便是小女儿陈强天 这位小姐姐长得不是太像爸爸 反而更思骂骂麦杰文 尤其是鼻子和嘴巴 几乎是一模一样 跟哥哥不一样 陈强天从小热爱音乐 一直希望加入到娱乐圈发展 之前 他更是跟着父母 一起上了TVB的综艺节目表演呢 可惜 反向不大 翻看陈强天的社交账后 发现他近日有参加一个歌唱比赛 讲真的 小姐姐唱功其实不唱 声音浑厚有力 有妈妈年轻时的风范 但是缺了一点运气 希望他不要再轻言失败 相信总有一天能够闯出一片天 江华原名陈沐华 1962年11月19号出生在香港 祖籍是广东的潮州 他在1986年通过参加亚洲电视议员训练班 开始踏入娱乐圈 后来签约了亚洲议员 江华的性格让他看起来与众不同 一次 他去参加行秀构成比赛 以他的外形和实力 他是极有可能进决赛的 但是他听到传闻说 冠军已经内定了 是张国荣的亲戚 于是 他愤愤不平地就退出了比赛 后来 江华得知冠军根本没有内定 是张卫健 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我想做什么就做 根本就不会考虑那样做的后果如何 不过 长得帅就是任性 年轻时的江华五官端正 浓眉大眼 天生就是一副男主角的脸 尽管那次歌声比赛啊 他就是混了个脸熟 什么名词都没有 但是江华依旧是签了钥匙 他接的第一部戏 江华就是男主角 1986年 江华和叶宇平出演了少林英雄 尽管是光头 但依然是蠢帅 那会让一般刚刚套入娱乐圈的小生们 都会先接几部替光头的戏 如果光头依旧很帅 那我才能是真正的走红 1990年 江华出演了电影 但愿人成就 同时获得第九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 江华开始了 在影视圈找了头叫 江华在钥匙过得十分惬意 那会儿 钥匙很轻松挣钱还多 江华和吕宋贤 并成为电视台的双生 两个大帅哥不相上相 一个英俊潇洒 一个帅气迷人 1994年 吕宋贤离开了钥匙 签了TVB 接着1996年 江华也是跟着签了TVB 即使是离开了老东江 江华依旧是刺激满满 毕竟在钥匙做男主角做惯了 想着来到这里应该潮流多数 没想到 TVB让他演了西游记当中的唐僧 不过 江华把这个唐僧演成了 历史上最帅的唐僧 成为TVB的一大经典 1996年 江华和邓翠文 万奇文等人合作了电视剧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也就是在拍摄这部剧的时候 江华和邓翠文传承了绯闻 03年 九五之尊的《冷面雍正皇帝》 这是他在TVB的巅峰制作 可以说 《世纪寻情记》之后的 有一个景点制作了 06年 江华与舒淇合作电视剧《红佛女》 传言是入戏太深得了抑郁症 加上腰疼复发 就是淡出了影圈 于是 他也是不走寻城路 卖起了保险 卖保险都是挡不住江华的血气 听说 娱乐圈的刘德华 梁朝伟等人 都会找他卖保险 后来 他的抑郁症呢 也是进行好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江华还是那么帅 江华在香港有个绰号 比刘华还刘华 因为在香港 大家都是称刘德华为刘华 而江华有时真的长得很像他 所以绰号呢 就是由此而来 说到江华 最被人提起的 就是他和邓翠文的那段感情了 尽管已经是 全芝麻烂骨子的事情 可这个时长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1996年 江华与邓翠文合作了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引起生情 那会儿 江华已经是有妇之夫 儿子都已经两岁了 那邓翠文就是成为了 操作别人婚姻小三 江华在1992年 就是和妻子 麦杰文结婚了 他和麦杰文是合作 但愿人长久认识的 麦杰文大头八岁 他爆料 是麦主动追的他 他们一见如故 谈了两年结婚 后来他们还有了一个 两岁的儿子 一扎三口 很是幸福 江华的多情 也不知道 迷倒了多少女人的心 在一次次的合作当中 在一次次的对视当中 邓翠文就是被江华沦陷了 江华被狗仔队拍到 连续六次进出邓翠文的家 他们两个还公然地去看电影 江华和邓翠文的事情 被曝光之后 江华就立马回到了 妻子的身边 妻子也是很快地原谅了江华 江华浪子回头的速度 也是真的迅速 关键是 夫妻两个开始的统一阵线 对付邓翠文 江华并且声称 是邓翠文主动勾引他在先 他也是被他这个狐狸精 给魅惑了 当时 邓翠文顶着 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帽子 孤立无援 着实的痛苦 事业还是一度 遗落前正 沦落得无息可拍 跟当年的姚迪 真的是半惊八两 后来 邓翠文在智云饭局 详细地说过了 那会儿的情况 邓翠文不仅是 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名声也是彻底地被败坏了 他悲伤地说 我这一生 没有什么后悔 唯一后悔的 就是这个事情 江华在很多年之后呢 也是一直摆脱不了 这个事情的影响 每次参加访谈节目 一次又一次的侧面回应 我做了 就是做了 做过的事情 我从来不后悔 最后 祝福江华一家 生活幸福